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行下一个session 那这个session这个题目呢 是打造面向金融场景的中文自然语言 理解引擎 那我本身其实在前公司呢 我也是做了一个对话机器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study到一个framework 叫RASA 所以在看Session的时候 就看到说 今天这个熟讲者 他也用同样的RASA 那我自己本身那时候用的时候 里面的中文段词是结拔 那效果其实不怎么样 那刚刚私底下跟这个讲者 聊过之后 应该是有不错的效果 因为采用了众议院的CKIP 所以今天我们就很高兴 可以邀请到 目前任志于中国信托 数据研究发展中心的 陈浩远经理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怎么样用RASA 那就是说做了一些 哪些的客制化的动作 那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现在用类掌声 欢迎陈经理 好 谢谢Max 好 那各位就是下午好 今天我们主题是叫 要跟各位分享那个 我们在中国信托数据研究发展中心里面 针对这个中文自然语言理解引擎 所做的一个POC专案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主要会分享 我们在执行这个专案的一些过程 一些经验 那这就是我们的那个题目嘛 就是基本上我们是金融场景 然后我们是处理中文的问题 好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目前任志于中国信托 数据研究发展中心 那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工智慧的团队 那我是其中的议员 那我过去其实任职过一些自然产业 跟手机的产业 然后我也是去年才加入这个中国信托 那我主要有四点是我过往比较有涉猎的部分 分别是机器学习 自然源处理 然后软体开发的经验 跟那个Cloud Native Architectural Design 那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TEAM 我们TEAM基本上是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的 那我们TEAM的人工智慧团队的成员 基本上都是由Data Scientist跟Software Developer 组成 那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在金融场景中 实现AI技术为核心的解决方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想要在金融的场景中 能够去开发出任何的Solution 让它表现起来像人一样 来解决业务遇到的问题 那现阶段我们去年成立到现在 我们总要有两个小组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处理NLP跟 就是National Language Processing 跟Computer Vision相关的领域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年来目前的achievement是什么 就是左边的话是我们NLP团队 我们NLP团队基本上运用 深度学习及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 我们有自行研发了一个 负面新闻剧类的解决方案 那目的什么呢 目的就是我们要去协助我们行内 洗钱防治从业的人员 他们在做负面新闻判读的时候 它的效率跟这个效度 那这是中国信托第一个 自行研发 然后自行落地 然后自行违运的这个 全行共用的法尊科技的产品 那目前它已经应用在法尊领域上 我们还在积极地透过其他的管道 能够去渗入其他的场景 扩大它的影响力 那在2019年7月上线到现在呢 每日目前估计可以减少67% 投注在洗房作业的人力成本 然后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相关的一些研发的技术 投稿于今年的IJCI Workshop 然后有收录在ACO的Authology里面 然后这边是Link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右边的话是我们CP的团队 在今年参加了2019年NIST所举办的 Face Recognition Verification Test FRVT 那我们拿到了全球35名的成绩 然后台湾产业是第二名 基本上就只是训练科技这样 那我们把 我们有这样的技术 所以我们在行内呢 就有做了一个关于这个防诈骗的 AI的模组 而且我们是跟既有的ATM来结合 好 那再来就是今天的Talk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五个部分 就是Background Solution Evaluation Prototype 跟Conclusion 那首先我会从专案的 第一个部分我会介绍专案的背景 然后还有动机 然后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打造中文NLU 当作我们这一次Prototype的目标 那第二个部分 Solution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有目标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会提出我们的策略跟我们的方法 那既然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就需要验证 所以Evaluation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验证的方法 还有揭露其验证的结果 然后评估它的可行性 那再来就是根据这个可行性的结果 我们会做一个Prototype 然后再来就是结论 好 那这张图是出自于远见杂志 在2018年数位金融调查的一张图 连接在下方 有Reference 那这张图代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就是实体金融其实正在往数位金融移动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我们在 那我们如果在60%的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远见杂志提供的14个金融行为上面有过半 也没有过半 就是7个 7一半 好 一半的行为其实它已经发生在了数位的渠道上面 就是数位的通路上 包含一些支付啊 外会投资投保客服咨询跟金融或即时资讯上面 那这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说在数位通路上面活跃的客户会越来越多 那其实也代表了金融机构在数位通路上面 从事变现及获利的机会会越来越大 那数位通路上以往我们都是自行去研发web 就是网银 App就是我们的homebank 那来经营数位通路上面的客群 那其实以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时代来讲呢 各家厂商其实还有提供很多不同的 Messenger的platform跟智慧的影响 如图上所看 我们就可以看到WhatsApp 然后Messenger跟Line 其实他们都有Messenger的API跟相对应的platform 那Google跟Amazon其实也出了智慧影响 你可以买一个然后放在家里 那这些一直性的平台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他们都会有 他们本来上面就有一些大量的active的user 第二是他们在这些平台上 其实都有提供了某种程度可用的讯息交流的API 也就是Messenger的API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直平台上面去开发 用自然语言交谈来提供服务的这种产品 那有没有人做这件事呢 其实有的 就是Amazon它是Capital One在2017年启用的一个 任务型智慧代理人的系统 Capital One是美国的第七大商业银行 它主要是在做一些信用卡跟融资相关的一些业务 那它目前这Amazon它主要是可以透过对话的方式 能够查询信用卡支付 还有你账户相关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特色是它其实可以在Amazon的Alex上面实现 也就是说它有把这东西deploy在智慧印象上面 所以我们的motivation是什么呢 先去上面的观察 其实我们有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 以对话为基础的这些意识的平台上面 实现一个任务导向的 繁体中文对话助理去协助客户处理银行场景间的问题 好 重点就是意识的平台 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很多的客户 大概就是中文 因为我们的客户大半都是中文 即便在全球也都是中文 中台湾人居多 那在实作也就是实现这个智慧型代理人 能够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就要有一个具有意图识别跟实体辨别能力的一个自然语言理解的引擎 所以我们在这个POC上 我们就想要打造一个 具有这两种能力的NLU的模组 然后来验证它的可行性 举例来说 我如果讲一句话 美元定存六个月期的利率多少 我NLU应该要跟我知道说 客户想要问的是利率多少 而且我想问的是美元存六个月的利率多少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回答客户的问题 好 接下来 确定了我们的动机跟目标之后 那我们就要开始去着手提出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再下来我就要去讲述我们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 基本上我们有 真的NLU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 在两个主要的模组上 那NLU里面有两个主要的模组 基本上就是 意图识别 还有实体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就是实体秘密实体辨识抽取 可以这样讲 那基本上这两个问题就是 以机器学习的观点来看 它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跟一个sequence labeling的问题 所以非常自然的 我们就会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采用的是supervised learning的方式 面对这种非结构化的自然语言 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预处理 就preposit的动作 帮它分词 然后甚至可以去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做一些PLS tagging 拿到一些feature 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是一个向量化 也就是embedded 然后向量化之后基本上我们就可以apply 在目前我们市面上 也不是市面上 产学面上面所有的这个model 不管是你是把它应用在分类 还是把它应用在sequence labeling上面 那以这一次我们的做法 我们是采用了deep neural network的方式 来做这个分类问题 然后针对NER的问题 我们用了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跟neural network的方式来处理 好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就必须要讲一下这个 它的preprecursive有什么 就是第一位这样有data 因为它是learning from data 那稍微秀一下这个data 大概因为是为了做POC嘛 所以我们行内有收集不少的data 但是我这一次只取了三个intent的data 然后总共有1016个data 还有sample 就是sentence 那关于name entity的dataset 有977个sample 然后有六个不同的entity 分别是金额啊 应该是数量 金额 期数 然后地别 账户类型跟时间点 主要是这几个 那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公开的这个acknowledge一下 我们相关协力的同仁 就是数位金融处 跟各地基金数位移民处 这些data的搜集跟标注 其实都非常耗人力的 那也谢谢这两个单位的鼎力协助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意图识别的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文句进来 我们要先做预处理 那这个方法基本上我们就用CKIP提供的这个tokenizer tokenizer去做断词 所以如右边所看到 一个句子它就会断成一堆词 那针对我们的corpus 右半边可能大家比较没办法看清 就是反正我针对corpus 我会去建构一个vocabulary的set 就是我的字典 对 那有了字典之后呢 我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句子 断出来的词 apply一个很简单的 back of word的这个 词代模型 然后把它转成向量化 就会像feature extract the vector一样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现金每斤一年级定乏是多少 每个个就是 可能现金出现一次 每斤出现一次 然后就是feature的factor的dimension 应该就是vocabulary的size 所以有出现过就会加一加二这样 是work count 那我把它向量化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丢进去 dupe neural network来做一个分类的问题 对对不起 好 然后再来关于NR的问题呢 我们提出两个方式 solution嘛 就想要尝试看看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叫做CIF 但是它是针对 wall level的feature 也就是说我的granularity 力度是在字 那既然是在字的话呢 那我就不免俗的 我就一定要有tokenizer 那一样CKIP就帮忙我们 那CKIP它除了可以断词 它还有PoS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技术 用在这个上面 那有了PoS之后 我就可以从句子的字上面 拿到的不只是 只有字本身的资讯 我拿到的PoS的资讯 那我就可以来取feature 所以以这个NR的问题 我今天想要拥有的是CIF 那我的feature怎么取 我就取prefix的wall 跟prefixwall的PoS 现在的wall 跟现在的wall的PoS 跟nextwall的PoS 跟next的wall 来当作这个x 就是现在目前的observation 然后去解决这个secret labeling 就是y的问题 那下面就是一个CIF 很简单的示意图 那第二个做法就是 早上领首德教授也有说 就是传统的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有一些feature的engineering feature extraction 那在深度学习 申请之后 其实我们想要做一个尝试 就是如果我今天 没有任何domain knowledge 的话怎么办 当然在我们这个例子中 断词我们就想说 它是存在的 就是不要想 它只是个domain knowledge 但是就是存在的 那我们把之前上一页的这个 feature engineering里面呢 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 第二个model里面 它已经放到下面 这个element里面 就是我是透过学习的方式 去把这个feature学出来 我没有透过人 domain expert的经验 跟知识去取feature 所以上面的话 previtation就会变成 只有一个断词 断完词之后 我就可以把东西往下面丢 所以这个model 比上一个model来讲 它其实是有一种 end to end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从下面 以这一层 这一层来看 它一样是CRF 但是它搭配的就是LSTM 然后LSTM前面 会接一个embedded 所以可以把它想成说 在model这一块呢 第一层跟第二层 就是我左边的第一行 跟第二行 它有点顺序相反 就等于是之前 我取feature的工作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在用上一个方法的时候 我没办法确定 哪一个feature是最dominant 然后最有用的 所以这样feature已经做不完 永远都做不完 那我们现在想说 那干脆就由data来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再去花时间 去处理这个事情 对 然后针对我们这个目标 我们就提出了三种方法 针对两种机器学习的问题 对 N1有两种 然后意图是比有一种 那有了这个方法 就是你提出方法要负责嘛 负责任就是你要有验证 那再来就是讲验证 我们会提出我们怎么样验证 然后把结果揭露给各位 然后接下来 基本上这样就是一个可行性的评估了 那机器学习的方法呢 这个评估了 机器学习的方法在evaluation 基本上就是用 它会有些metrics 那我们都会用confusion metric 来measurement我们model的能力的好坏 那透过confusion metric我们就可以建构出 Precision Recall 然后透过Precision Recall 我们就可以建构出F1的score 那简单介绍一下 Precision是什么 Precision就是它的指标是要去验证说 你说它是A 它真的是A的比例有多高 那Recall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个A 你到底抓出了几个 所以一个好的model 基本上它的Precision Recall都非常重要 所以F1score就是融合了Precision跟Recall 然后做出来一个做法 2乘以Precision 2其实它是等于1加1 就是它两个同时重视 所以如果你的应用是重视Precision 不重视Recall 或是重视Recall 不重视Precall 的话这边稍微可以微调一下 这是F1score 但是Fscore它不是只有F1score 好 就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跑实验子的结果 那这是Intent Classification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F1score 其实都超过九成 那这个不会很意外 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简单的 这就是三个 那一开始我们做这个POC 其实也不是要做Intent的分类 我们其实是要做NER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NER的结果 NER的结果 其实一开始的CIF 它并没有到每一个场景都非常的 每一个entity都效果非常好 由于像前 时间 前 其实就不太好 反正就是 70几 80几这样子 那在LSTM加CIF的model 在某些类型上面 其实表现得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不一定全部 像那个时间点跟金额 时间点跟金额就没有比较好 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 就是这可以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我自己也在思考的是为什么 但是好像有一点答案 当然这里就先不说 那Record上来讲 其实大部分趋势是一样的 就是把LSTM这种feature 透过学习的方式 它其实效果普遍 会比这个做 这个feature engineer完之后好一点 但是一样 就是在金额 还有这个时间点 这个方面 其实并没有说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原本的方法 那所以它的F-scope 就会长这样子 好 那这个Evaluation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产品 是像类似这种 Chatbot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Solution 可以应付所有的Entity 或是所有的意图的识别 但是我们有了这个Evaluation 跟实验的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问题 去用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 如果你这个Data够多 而且够好 而且Label够正确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 打造出一个Chatbot for这个场景 然后我们时间点跟金额 就用CRF 剩下我们就用LSTM加CRF Suppose这样应该会拿到 最好的结果 好 那刚刚讲完了 阐述方法 比如可行性评估嘛 但是 我们大家在职场工作 只有这样子玩 就不开可能 因为 你不可能拿个数字 跟你老板说 做完了 所以最好展现 你的可行性评估的方法 就是你要做Prottyping 所以接下来 我就介绍 我们怎么透过Prottyping的方式 来具体化 这个可行性评估的结果 那就诚如刚刚那个 主持人说到RASA 其实我们是为了做Prottyping 才是做RASA 才准备到这个东西 不是因为有RASA 来做这件事情 那RASA它其实是一个 Confrontational AI的 这个Framework 那你看它的整个架构 就是一个 Task-Orientic 的Diaglor System的架构 每一个都是它的模组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这个呢 因为我们其实只做NLU而已 我们没有做整个Chatbot 但是我们展示的时候 总不可能只展示NLU 那数字是冷冰冰的 老板看来就觉得 你到底干什么 所以我们当然要想办法 做一个end-to-end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好处是因为 我们在思考 是不是可以透过NLU 这个东西做客制化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个很好的Chatbot 好 所以再讲述一下 为什么要用Chatbot 不不不 我RASA 就是RASA 其实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extendable的architecture 然后加上它的architecture 本身就是一个 任务型导向机器人的架构 然后它每 因为它是open source 而且它其实非常鼓励 它有一个架构 可以让大家去Customer 里面的每一个component 那以中国信号来说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中文嘛 RASA是英文出身的 一个framework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客制化 我们的Mandarin的version 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客制化 我们的段子系统 在它的这个pipeline里面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那用这个RASA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只研发核心的技术 然后就可以迁入到 其他的framework 这对我们部门成立 当时的初衷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部门成立的初衷 就是我们要把核心的技术自建 就是摆脱以往 就是都对厂商 有那种total solution的依赖 那再来就是RASA有两个特色 就是因为你是自己建的嘛 所以你就会own你的data own你的data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少了很多privacy的问题 然后少了很多technology外流的问题 对 然后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它是open source 所以它非常的transparent 而且社群我看起来蛮活跃的 所以有问题几乎都找得到 就算找不到 你也可以去看call 因为它是open source 对 那以中国新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银行可能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它会面临很多的这个监管 就是compliance在这个security跟regulation上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可以有一个方法 都是用自己的data 然后我根本不用解释这个问题 就少了一件事情 对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 我们这个 我觉得NLU的问题 没有一个general表现非常好的solution 基本上只有在 克制的场景都会表现 你要根据你的场景去cosmize你的solution 那我们要针对我们的情境来cosmize 掌握所有的data就在我们手上 然后掌握技术跟framework在我们手上 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处 再来就是一样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核心技术 就是以这样的做法 我们就可以掌握我们的核心技术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实作 到底怎么做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framework 所以基本上我这做的事情 就只有写我的interpreter 可是也不是写 就是既有它的这个pipeline里面 我就插入我的这个cosmize的component 然后input output跟data flow 是照RASA本身的 这有什么好处 它有提供了这个training的机制 它有提供了inference的机制 它有提供了deploying的机制 所以对我来说 我只做NLU 我花了非常小的effort 而且专注在我的核心 但是我可以做一个 maybe可以demo的一个prototyping 那在action的部分 因为你要互动嘛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 action on google 就是google assistant 因为酷炫 因为它自己有做sttts 然后感觉还蛮酷的 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其实我们写的code 就只有NLU的internet Recognition 跟Namity Recognition 然后还有一个action on google的API 那因为就我有录一个影片 大家就用看的好了 要跟中信帮帮忙说话 请问现在台币定存利率是多少 请问前年奥币定存利率8年是多少 知道了 你想要查询存款利率0.95 必别为澳币账户类型为定存其数为8年时间 3567块港币可以换多少南非币 知道了 你想要查询汇率0.89 必别一为港币 必别二为南非币 我的账户有钱吗 请告诉我账户类型 台币定存 知道了 你想要查询台外币余额0.86 必定存 我的账户有很多小朋友吗 请告诉我账户类型 美金定存 知道了 你想要查询台外币余额0.86 账户类型为定存时间为现在 我有多少口口 好 好那再来就是下个结论 在下个结论之前 在结论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才会这样做 你看刚刚会问两个句子是 你有多少小朋友跟你有多少口口 其实我是不会写这样的入口 如果我是用入口写我是不会写 但是我们从收集的语料当中 真的有人这样讲 那真的有人这样讲 我们如果提供一个 用机器学习 学习提供一个系统性的方法 他就会学起来 所以他就会知道说 其实你想要问的就是 你账户有多少钱 应该说在我们这个 有限缩的场景里面是这样 但是他open domain上 有其他的场景 对 好 那再做个结论就是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NLU很重要 第一行就是NLU很重要 然后第二行就是 NLU的key module 那第二行就是意图识别跟NLU 那我们如果有不错 后夸理好的annotation的data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机器学习的方式 但是其实 annotate data不一定要人标啦 你也可以先用一个东西上线 然后每天user用用用用 用完之后data就进来嘛 所以你就不用去处理产生data的问题 只要处理label的问题就好了 对不起 那再来就是DNN它在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会比traditional math好一点 但是并不是for所有的task 那这边我就要稍微讲一下 不要讲好 就是为什么时间点跟金额 就是DNN没有表现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的工作需求 需要做对话相关的这个chabar的话 你可以考虑Rasa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如果你有余裕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embedding用prechaimmodel试试看 然后你可以去思考不要用word 用corrector的方式 那当然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model engineering 然后就有人举牌了 所以就谢谢 那有什么问题吗 对那 这边 其实在Sledo上面已经有一些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这个问题的原主人来讲一下 要吗 第一题 大家没有人开吗 那我就直接讲了 请问你们家法务资安接受 你们使用open source 不会GGYY吗 我没有办法代表我们公司回答 这个问题 非常真的 我是认真 因为公开场合有论言 我不能代表法尊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 但是POC我觉得应该 OK吧 POC吗 好 这个问题 私底下可以再跟讲者再一起讨论 那第二题呢 第二题的 都 好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就帮大家代问 是否可以比较一下RASA跟其他 Trackbar Service 或API 譬如说Dialogflow它的差别 好 其实 最大的差别就是 你有没有on-premise的需求 Dialogflow跟 那个什么 IBM有出那个什么 Dialogflow跟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 API打AI吗 我忘了 反正那时候 有一篇paper做benchmark 它有去benchmark 然后它们三四个东西的performance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选用RASA是因为我们可以克制它 尤其是中文 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可以在我们行内落地 如果有机会的话 因为它是open source 它不用打出去 不用连外 不用是SaaS而选 所以我觉得以去讨论这两个的比较 应该是要去想想 你本身的应用场景 哪一个比较适合 我的意见是这样 那这边还有 POC时机器人有人回答出 有回答出正确的答案吗 还是只有复述跟确认问题 你讲的是真 好 理论上我刚刚展示的地方就是 我只是展示了 我透过多轮 就是SaaS的方式 拿到Intent跟Entity 我没有去打真正后端的 Backend的Survey去拿 因为我觉得这是demo 可是你再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 你有了这个Intent 你有了这个slot 其实它只是一个query database的问题 你基本上是可以去拿到资料 回复给使用者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对我没有做真正回答 使用者的资讯 原问题的主人 有想要再加问吗 好 那请问断词的Library 除了CKIP之外 有试过解疤吗 没有 我没有试过解疤 因为我很相信中央研究院 CKIP小时候没有 因为我觉得断词 当然是以这个场景来讲 我觉得断词应该都不错 因为结疤可以给Cosma的Vocabulary 但是结疤的POS 我认为跟CKIP差太多了 因为CKIP的POS 它其实已经有Sementic E在里面 比方说我刚刚跟主持人分享 就是名词 它就有分NA、NB、NC跟NF 所以它的名词有一般名词 专有名词、地点名词 还有数字型的名词 所以它的POS就有一点点 Sementic的意义在 我觉得这是结疤 目前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们才有CKIP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是 我们总是想要帮自己 国家的东西Promo一下 大概是这样 最后一个问题 CKIP的整合 有没有打算要Open Source 就真的帮我们的CKIP 整个就上RASA的community 考虑当中可能会 可能会啦 但是可能还要问一下 很多人的意见 但我觉得Support应该是OK的 因为CKIP它本身也Open Source 对不对 应该是OK 有消息的话大家就知道 好 今天因为我们时间就到这边 那这个Session就在这边结束 那如果 接下来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想奖者应该 就在会场这边 可以再跟大家继续讨论 谢谢 看来